首先,我在爆音量一下林康正,不知道他做甚麼 林康正,這裡有一盒桂花,因為桂形膏有三種口味 軟味,薄荷和桂花,桂花是乾毒的 來,整理一下,看看是否正好 首先,我們看看林康正這麼大隻,能否開到 能否拌勻,先拌勻 先拌勻,拌勻,拌勻,拌勻 拌勻,很難拌勻 接著拌勻 拌勻 拌勻 冷宿熱障,喝一下 你這麼想到的東西 好了,算了,別忘記弄爆它 其實各位網友很簡單 因為裡面有一個膠圈 就是很conservative 但也很難的,其實不用的 反正開這些,這些有一個up位 反正開這些,用一個根,在一個up位上 輕輕 只是頂一頂 我 帶你吃 看不看嗎? 聽到把聲音都出來了 對,氣而已 這次的一首貨,它本身應該跟蜂蜜和煉奶 但我發覺,我希望寫伴聽到 他這次給了六包煉奶 一盒有六瓶 我覺得不太好 為甚麼呢? 但我喜歡吃煉奶,比蜂蜜多 但有些人可能不吃奶 所以我覺得下次再跟三包蜂蜜 三包奶 他們都說很濃 當然,很濃 你先下奶,先下奶 試試吃奶 先吃奶 這是一個貴花 許甘毒 我今早已經買了差不多一半的貨 當然我作為代理 當然會陸續來 我買58元 這麼小 很多人都說很貴 你不要找那幾元給我付 即是大陸 那兩半 甚至不要找在街上,我敢說 我敢說 現在坊間,全香港 全香港的好蜂蜜 有些我不認識 我沒去過的,我不知道 總之叫得出名的 龜苓糕,我全部吃過 及不上那些龜苓糕的十分一 我敢這麼說 尤其是我知道那些材料 先下奶 這間酒吃得怎麼樣 先下奶 先試一下 你吃過奶了嗎? 還沒有 還是你下蜂蜜 很冷靜 我初時也覺得奶很奇怪 剛感覺 你先試一下,很冷靜 有時候我嫌他不夠 還不夠 還不夠 對,因為很棒 很適合味 你先試一下 很神奇 因為我今早已經吃過 我不能太涼 是 否則太寒涼 太寒涼 不能碰 搞話是這樣的顏色 當然 對 我們經常常見 這些顏色是習慣的 我見不習慣 你不習慣 我經常習慣 是否可以 好吃 對 很冷靜 對,很冷靜 很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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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讓你想到很棒 對 之前我們從小到大都放糖漿 其實香港那些不好吃 放糖漿 很好吃 一定比放糖漿 但如果我們說的蜂蜜 之前你吃過蜂蜜 蜂蜜也是很棒 好吃 因為它一吃便是蜂蜜 不是糖漿 很冷靜 一會吃完之後 你今晚回去 看看你有沒有毒 如果沒有毒便沒有特別 很冷靜 因為我現在吃不太多 之前我排得很厲害 是 昨天晚上吃也沒問題 正常 是 黑眼圈也沒那麼大 我媽媽的皮膚癢 總而言之 特價三百四十八 要六瓶 你一加人吃 起碼要買兩三瓶飯 放在這裡 一加人一加幾瓶 很冷靜 我這東西說 我很有信心 我真的有信心到怎樣 他想想 大陸的東西 我還要拿代理 我還要先印所有的盒子 只是盒子 為什麼呢 然後你再等下 我很有信心 我已經在拍廣告片 是嗎 當然是很老套 我看它拍得如何 老套一點不要緊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很多廣告片 在我腦海製作 我打算 找我們最相熟的那間製作公司 去做 是嗎 你最相熟的那間 煮的那間就不好了 它又很貴又很久 最相熟的那間不是 鞭雞嗎 不是 我打算 我看到十三會 如果鞭雞就在夏天才有 我看到十三會 他這樣一天都可以做出華記出來 如果配合你的先生 是否會好很多 如果你說找私房菜那個 就半年了 又不用一年 我想這個 我跟大家說 我認為這個鞭雞 我很認為 是我第二種醋 又是排隊賣的 鞭雞有沒有這麼厲害 你吃完你就明白了 你了 真是我 我們啤你頻道的產品 好了 各位 你看阿姓吃得很乾淨 這個瓶是很有名的 是 你可以用來留一個瓶 用來自己做布甸 它是圓形的 是 用來做布甸 做成好想就行 好了 我們說回歸零糕 歸零糕 是一盒有六種 我現在暫時不會散賣的 遲些我可能會散賣 但是散賣會賣貴一點的 但我很有信心 我看到這個產品 有哪些三種味 原味 薄荷 桂花 剛才有桂花味嗎 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的 因為我沒有吃過桂花 我只吃薄荷 其實吃下去都是龜苓糕 是 坊間那些我不要說 真的不要說人家用什麼 用啫喱粉 不會的 多數是用大菜糕 不會用啫喱粉 那麼糟糕 加些什麼鮮草 不知道什麼 土福寧也可能有 我們的龜苓糕就是 健拍拍用龜板 什麼龜板就不跟你說 OK